1900至1945年 怎可能有一個題目 叫學生講你多於弊 我真的覺得錯得很重要 問法是相當有問題 引導性是相當強烈的 特別不要忘記現在 考生不是一個日本通的專家 他只是一個中學生 反過來為何你不出弊多於你呢 我覺得出題這條題目 不是政治正確的問題 而是對於史實如何考學生 那個很重要 都是一個歷史的考題 而不是一個辯論比賽的題目 歷史考題那個嚴肅性 是相當重要的 那兩條資料是真的利好的 你如果考生就一直這樣 跟著你回答 可能對於史實 他就不是很掌握的 那你就會根據那兩條資料 然後一直吹下去 這樣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要忘記 現在是一個DSE的考試 來的 DSE考試 每一年的出題之後 考生又會抓他 下一年又會這樣出罰會議 又會嵌莊 本來都沒有什麼利 來年的考生 又不斷去找利 一路一路發大 對考生的史實掌握 由史實掌握 帶出來他的道理 帶出他的感受 其實是很扭曲的 我相信這些出題目的老師 他自己本身都應該是一個中國人 如果你作為一個出題目的一個中國人 然後你看到1900年到1945年 那種的慘絕人幻 難道出卷的人他不知道 我覺得不好是很玩題目 他覺得可能是一個玩題目 我無論你有多少的專家學者 我覺得你有心或者無疑的錯 都是一個錯 並且是一個大錯 那不要再說我用什麼 什麼的專家學者 然後去出題審題 如果你是一個錯的話 就更加需要你議題的出題 乃至你的考評局 你都要站出來講出錯誤的地方 我為你帶你來西 Wochen 喔 哪四 打誤的手 練集 time 帶你一會兒 回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